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容易的频道 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记得按like,subscribe和share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蚂蚁集团招股在职,大家应该怎样做呢? 抽新股一般两个做法,第一现金,第二孖展 我现在会和大家分享,在孖展的情况下,究竟有什么选择 先说背景,蚂蚁集团有机会成为全港甚至全球最大的IPO集资 它会同时间A加H股上市,即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 预料集资额高达300亿美元 之前对上一个集资最大的公司,就是沙特亚美一间石油生产商 它最多集资256亿美元 今次蚂蚁集团上市,有机会打破全球集资最高的纪录 今天这段影片不是和大家分析蚂蚁集团收入如何如何如何 因为已经有很多财经专家,报纸或分析已经说了 反而今天要说的,当你要抽蚂蚁集团的时候 用哪间银行或证券商做IPO 这个反而少人关注,这段影片就希望有一个总结 帮大家有一个概念,做一个更好的选择 抽新股最重要就是第一,市场气氛 市场气氛好的时候,新股质素不好也会升得很好 由去年的生物科技公司、物馆 到现在新经济股在美国退市回归 这一轮的新股,很多都表现得很好 基本上,骑着阿里巴巴的附属公司出现的蚂蚁集团 这么庞大的市值,基本上已经满足了一只新股要有的气氛 基本上抽就变成了好像必然的事 好了,现在入正题 抽马艺集团,应该有很多人会抽的 所以如果你纯现金抽,可能分配的金额比较少 所以在这段影片主要跟大家说 抽新股的时候用MARGIN MARGIN是中文字,英文主义MARGIN 就好像你买楼那样,给一个首期,然后问银行借钱 即是做杠杆 在一般市场里面,你如果做MARGIN 可以有两个途径 一是经银行抽新股 一是经证券商抽新股 未来就会说,经银行和不同证券商抽新股 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好处或者不好处 现在很简单和大家分了两大部门 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券商 如果在银行抽新股 第一样特别的就是,它的MARGIN 通常都会很高,近乎就无限了 你要抽多少都会有 而证券商有的MARGIN 就由極小到中等都有 它和银行比当然会差很远 始终证券商的钱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银行刷借出来的 那就到MARGIN 如果经银行抽的会很低息 好像上次抽新股 已经可以汇丰或中银落到1厘左右 但经证券商最近的利息都高了 可能3厘多,甚至乎你抽得少 仅仅过10万,可能到5厘多 但同时,如果银行有什么缺点 银行并不是每只股票都可以做MARGIN 它可以做MARGIN的很多时候是大公司 或者市场很热门,银行觉得亏损机会比较小 那银行才会做的 但对于证券商,基本上大部份的新股都可以做MARGIN 但银行有个缺点,它有全仓费 佣金一般都会比较高 那证券商大部份都会没有全仓费 佣金就看你选哪些 有些就近乎低到5元都有 而最重要的是,银行抽新股就没有银行 你不可以上市前一天放或者买 但证券商就有银行 然后每一间银行或证券商 主要的会和大家做一个比较 第一部份会和大家说 汇丰或者恒生或者中银行 它们有什么好处呢? 特色就是有无限的MARGIN 还有很低息的 如果你抽很大量 或者那只股票是非常非常多人抽的 正义行都未必足够MARGIN 那你可能就要选银行 那你最少可以先借到 但就缺点了 刚才也有说,银行就没有硬盘 你就不可以做一天做这个买卖准备 同时间会有全仓费 每半年收一次 它只可以少量的股票可以有IPO 很多股票银行是不会做 借MARGIN的服务 另外它是买卖手组费都高 一买一卖又收了你可能0.2% 好,然后就到最大的华资行 正义行就是辉立 辉立正义行第一个特色就是 它是第一家人有暗盘的券商 它就接近所有股票都可以做MARGIN 你会看到暗盘的交易量也是最多的 MARGIN总额很多时候也是在证券商里面最多的 它是没有全仓费的 但是它的利息也不便宜 也比较贵的 在证券商里面最高 近似银行那么高 这是辉立正义行的特色 下一个就是要财证券 一家本地的证券商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特长的暗盘时间 由夜晚4点15分 到夜晚7点30分 它会比其他证券商更多一个小时 它也不是每个股票都有MARGIN 部份出名的或中型的公司有MARGIN 但它有一个缺点 它会不定时开放MARGIN的申请 例如9点开放完用了一轮quota 它可能要等几个小时 或者第二天才有 但它不会通知你何时有 那你自己要留意 如果想用这间证券行去做MARGIN 或者你可能要打电话去 校户服务部 预留你的quota 它的MARGIN就不会太多 同时间它的利息偏贵 收费中等 交易费也是中等 下一间也有很多人说的叫富途 富途就是腾讯的子公司 在香港开的 它一样有暗盘的暗盘时间 就是1615至1615 至1615 6点半 用富途通常 大家都是喜欢一样东西 它会有突然之间異常高的成交价 因为很多 在大陆的人 买股票 会用富途 他们很多时候真的盲目追价 你会见到富途很多时候做些 暗盘的价格 会远远高过其他证券商 如果你在富途抽了IPO 想放货 在富途放货 是会比其他证券商赚得更多 它的MARGIN是正常的 利息是中间 交易费也是中等 然后到省户最爱的 一通 一通一样有暗盘 但它会没有暗盘前的竞价时段 一来就是4点半至6点半 就是两个小时 要留意 如果抽一通 它的MARGIN一直都稀少 暗盘成交量也少 利息也是贵 小钱和利息贵 MARGIN和妖才有点像 它会不定期开放MARGIN申请 但是它的交易费很便宜 近乎5元或是逐手算 就很低 如果你真的买少量 用它其实也不错 刚才也说 由于它MARGIN压小 它也不是很大的证券行 所以成交量很小 暗盘的买卖差价会很大 那它和富途不一样 如果你想在暗盘入货 你可以选用一通 因为它买卖差价大 放货的不容易放 它可能会放下几架 放给你的 你可以给其他券商 用暗盘价买 可能入低一些 最理想的 如果只是暗盘计 就富途放货 一通入货 那就会有这个好处 但是如果你想成本最低 想借到孖展的 就会用银行 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着刚才所说 无论银行和证券行 抽买集团 这个情况 大家就可以取决于自己 想选择哪个方式 好了 现在做个总结 很简单 银行就有无限的 margin压 利息比较低 但是它就没有暗盘 如果你想提前走人 或者入货 银行就做不到 证券行好处就有暗盘 你看到暗盘的价格低 你还想入多些货 可以经济入 或者是出货 如果见它 暗盘一开就裂口很高 你觉得已经够赚 你先放了 不用冒第二天的风险 或者放了一半 证券行就利息高 但是手续费低 银行就利息低 但是手续费高 那你取决于自己 想借多少 那边收手续费 和利息是多少 如果要抽买集团 就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多谢大家观看